8點40分 店已經塞滿人 還沒有沾醬 就有那個夜奶香味 然後它水分很足夠 泰國人的四花店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最愛泰國Kimi 現在來的地方是 BTS風鐵偷樓站 之前帶大家吃過 BTS Agamai站 那這次呢 要帶大家進攻 偷樓站的周邊美食 我們就出發囉 第一間呢 我們先來到了 開了66年的 傳統老店 黨名 東名 早上8點就開了 8點03分就來報到 店裡面出現滿百歲月的恩妻 這家店呢 它同時可以買到海南雞 同時也可以吃到 雞蛋麵的糖麵 所以有兩種選擇 然後我剛剛點的是 海南雞吧 好香喔 雖然它看起來很黃黃油油的 但它不會油膩 然後越嚼越嚼 配一點這個 海南雞沾醬 沾醬蠻辣的 就是除了髒味的辣之外 它還有辣椒的辣 辣到就是你舌頭 還會有一點辣感的存在 雞肉 它是一些比較薄的 蠻多聽的耶 看起來像是那種雞胸肉包包 然後會那種乾乾扁扁的 但它吃起來是那種 有嫩有多汁的 不乾柴的那種雞肉 但我覺得它雞肉量也是太少 它還有附一碗免費的湯 冬瓜味 喔還帶一點苦瓜的那種味道 然後一點點清甜的味道 整體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 雞肉我蠻推薦的 但它雞肉真的太少了 這部分如果再多一點會更好 這裡菜單呢 就排完的非常在地 第一排灰色格子下的是 海南雞 紅燒肉飯跟脆皮豬肉飯 然後或者是綜合的 第二排灰色下來的這邊是麵條類的 接下來這家是 非常超人氣的老字號鬼條店 它開了四十多年 非常地久 八點四十分 店已經塞滿人 然後門口排超多人 這家店在泰國的美食評論網站 也有得不強耶 菜單都是泰文的 然後它總共有三種湯頭 一個是清湯、酸辣湯 和泰式的釀豆腐 羊豆腐 羊豆腐 放點了酸辣跟麵 然後它上面就會放那些 辣椒粉、安蔥跟糖 還有花生粉 把它攪一攪 它的麵條是有點小小的黏性的那一種 很帶點雷酸 然後如果大家覺得不夠爽的話 有沒有 桌上有這個檸檬汁可以加 我覺得如果它是乾臉的話 麵可以再乾一點 彈性可能會更好 有這個魚板 它那個胡椒味很重 裡面還有一點點豬碎肉 拌著一起 它豬碎肉咬起來鹹香鹹香 配起來非常好 還有這個丸子 你看 這個魚丸 它很彈耶 這個長得有點像貢丸 這個感覺是蝦丸耶 還是貢丸啊 吃貢丸 剛剛的魚丸比較還要彈 這個是比較有一點肉末的那種感覺 的彈性 還有一顆這個 而且是前部要做的丸 手肉 這個咬起來很多汁 就是那種偏乾扁的那種肉 但是它咬起來是有汁的 吃到後面發現碗裡還有豬肝耶 吃吃看 腥味有點太重 然後它的口感是有那種黏黏濕濕的那種口感 整體的味道就是有點甜甜 哇辣 酸酸 然後再加一點那種花生的香氣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本身 它的辣度都已經很辣了 然後算有點重口味的 吃到最後才會被那個辣跟鹹度 把整個舌頭的味覺蓋掉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去下一家 現在要吃的這家呢 叫做巴米 它就是李先生的麵店 它很厲害 它看67年 非常久 他們家的招牌 然後就是手工的雞蛋麵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剛剛點的綜合的手工麵條 然後再加上它所有的配料都在這裡面了 它的配料說實在都有點迷迷 這切片真的是薄到不行欸 我們先把它攪一攪 麵香味很香欸 雞蛋麵的那種麵香味 它這個麵 這樣的入味 有帶一點那個燒鴨的那種醬汁的味道 我覺得它表情還蠻有嚼勁的 試一下這個通燒肉 很有那種鹹香鹹燒的燒辣的味道 我覺得它要有一點點小肥肉在裡面 這種的會比較好吃 雲吞也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雲吞它味道比較重一點 它是鹹度重過手工麵 超級包鴨肉 裡面是多汁的那種鴨肉 它如果可以再切厚一點的話 我覺得表情會酷 它還有一點香菇 這個香菇我知道了啦 它那個麵條是來自這個香菇的味道 整體我覺得它的配料搭起來很好吃 因為每個它的味道就是那種偏清淡的 然後再配上它麵 整個搭起來就不會那麼強性 價錢的部分我覺得它分量算蠻少的 對於120泰銖來說 大家要來吃這家的話 走褒麵很推薦 營業時間蠻久的 從6點開到晚上11點 接下來這家呢 它是在銅鑼區裡面 人氣最高的一家芒果糯米飯 叫做Manguari 也有賣芒果糯米飯 單賣芒果 還有芒果的一些甜點 芒果乾之類的 還有一些泰式的甜點 我靠鳥的芒果乾 我剛剛已經把我的芒果糯米飯買好了 然後這樣一盒是150泰銖 它是只有一個尺寸的 接著呢帶大家去另外一個 影城版的芒果糯米飯 現在我們到了另外一家芒果糯米飯 叫做靠鳥蠻萬萬農民 然後這家呢就在剛剛那家的對面 過個天橋就會到了 然後究竟這兩家芒果糯米飯表現得如何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裡有三個尺寸耶 M、L還有XL 我剛剛買的是150泰銖的 這邊的150泰銖感覺是整顆的 欸不止 超過一顆 這個是上一家的芒果 先吃吃看 它的甜度還蠻適中的 大概五分甜 然後它水分很足夠 它們兩個芒果品種都是一樣的 都是水仙芒果 這一家的吃吃看 這家的水分也很足夠 它們知道兩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插在它的纖維 這個芒果的纖維比較多一點點 那上一家它的芒果比較沒什麼纖維 接下來呢來試試它的芒果糯米飯 那上一家呢 剛剛點的是三種不同顏色 那我先從白色的試吃看 它是屬於雞力分明的 然後還帶一點黏性 來試試看鐵豆花口味跟香蘭口味綠色的果 除了顏色上有差別之外 它吃起來的口感跟味道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家我先挑一個 還沒有沾上椰奶漿的跟綠豆仁的 那這家的糯米飯呢 它那個椰奶香是還沒有沾醬 卻有那個椰奶香味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點嚼勁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家飯的口感 會越咬越香 那我想要沾一下它們的椰奶醬 它的椰奶香是溫的耶 蠻特別的 奶味沒有很濃的那種 然後加上綠豆蒜仁 它會整體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好來試試看這家的飯 這家椰奶醬跟飯還蠻容易融合為一體的耶 很快就被飯吸收了 凝結的糯米飯呢 它是濕潤度比較重一點的 然後它的椰奶漿呢 我覺得它是比上一家在甜 它的奶味比較重 給大家做一個總結 芒果的話 我覺得上一家它芒果真的是很甜很水 然後沒纖維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上一家芒果 如果是不如米飯的話 我就比較喜歡凝結的 它就是濕潤度剛剛好 椰奶味道又很重 然後又微黏牙的那種泛膩的口感 當然其實芒果這種東西嘛 很看那個水果熟一點的話就會比較甜 你來試試看 真的不一樣 這家的糯米飯 抓到一個精髓 甜中帶鹹 對啦 這兩家都推薦給大家看看 你是喜歡哪一種糯米飯 的步調 現在要吃的這家呢 叫做Sentai Portana 招牌上有中文耶 就是叫做租金發 那這家店呢 它開了五十多年 它的內用座位是 神秘版的 很快速冰心 各種冰人的招牌 完了完了完了 突然下大雨 然後我們剛好又坐在外面 因為它沒有內用座位 這個是他們家菜單 然後他們家最出名的 就是這個豬絞肉的那種湯 然後我剛剛還有請店員推薦給我其他的選項 因為大家學太樂了 完全喝不了湯 登登 香蚊鴨 欸真的很香耶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鴨血 另外一個他推薦的呢 是蚵仔煎 重點是我覺得它的蚵仔好大顆喔 我們來先來試鴨肉 這一家店呢 它是 晚上才會開的 就是六點晚上 然後會開到凌晨大概 好像三四點 泰國人的絮花店 有點像藥燉排骨 下去滷的那種鴨 然後它的鴨肉是那種很juicy的 是不是可以加一點辣 它有給一個辣的醬汁 來沾一下這個鴨血是什麼 喔對啦 跟大家說它的醬汁呢 絕對要加 它那個香辣還帶一點蝦泥味 還有那個檸檬白乳的那種味道 然後這個鴨血一點都不會腥 它帶一點火動感 這張滿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 下一道呢是店員推薦 畢點的蚵仔煎 畢有點類似台灣蚵仔煎的感覺 先來吃一個原味的蚵仔 這一份一百五十太多 我覺得吃起來感覺很像那個台灣熱炒店的感覺 它就非常多道料理 感覺就可以來個啤酒 它蚵仔很新鮮欸 吃進去會爆汁的那種蚵仔 還帶一點鍋子的那種焦氣 蚵仔煎的煎它是屬於那種比較軟的 沒有什麼嚼勁 比一般的蚵仔煎再添鹹一點 加一加它的沾醬 我發現他們家的沾醬都是那種 一帶一點點酸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也要加薑一起吃 我覺得比較好吃 比較重口味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 它甜度比較高 但是它煎得 有點太軟嫩了 如果它的煎呢 再彈性一點我覺得會更棒 啊對了 這家店超多泰國的明星會來吃的 餐廳裡面室內的牆上全部掛滿了各種泰國明星的照片 然後還有一輪牛來吃過 那推薦給大家試吃看 說不定哪一天就可以在這裡喬玉明星 以上的通樓美食一日喔 就推薦給大家 有沒有哪一家是你看了覺得很想吃的呢 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 那喜歡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KIME WASHOW 下個禮拜六見囉 掰掰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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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rush 1衛了 2衛生 6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